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Get Ready With Me 然後我今天呢 是想要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跟你們分享我一些夏天化妝程序 那我還知道我上一集 Get Ready With Me 已經大概是 好像過了大半年有了 而且那時候可能是比較秋冬季節 所以呢 跟現在的保養 還有化妝程序應該都還蠻不一樣的 那今天呢 我說過想要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那就順便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很多人在Instagram 上面會問我的問題 那大概都是有關工作跟人生關 這大概是最大的部分 那在開始之前呢 如果是老觀眾的話 你就有發現 我的背景變成黑色了 我花了好幾天 就週末加上幾個週間的晚上 然後把這面牆塗成黑色 然後整個房間做了一些小改造 其實整個房間的改裝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這是半完產品 那但是因為我已經蠻久沒上影片了 所以就還是先來拍這支影片 然後再慢慢的把我房間照修完 我們先快點開始吧 我已經洗完臉到現在過一陣子了 所以現在是臉很乾的狀態 我要先用的是 Chanel的 Hydra Beauty Micro Liquid Essence 那它就是很水潤的質地 裡面有這種藍色的小金球 就還有很多精華 就是手的力道啊 就很輕的這樣推的時候 它就會溶解 就夏天的時候呢 用這個還蠻清爽的 那一個問題呢 是我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其實這個問題我回答過 蠻多變的 就是不管在私信啊 留言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平台上面 那可是我可能沒有在YouTube上面 錄一支影片跟你們講 所以還是蠻多人很好奇 那我現在是在一間 Digital Consultancy slash Development Shop 那我們做的呢 就是一些數位化服務 所以我們的客戶有很多 就是一些比較 可能算是傳統一點的產業 類似銀行業啊 然後保險業啊 然後 Airline的航空業 這些產業可能他們就是 自己有在做一些數位化 可是可能不用做得非常完全 或是有一些東西 其實很舊 可能是20年前的技術 那我們公司服務呢 我就是幫助這些公司 那我現在要來上的是精華 精華是 Hydra Beauty Micro Serum 一樣的是香奈兒 它質地一樣是非常的水潤 那現在要用的是 Hydra Beauty 它的麥克風 它的質地呢 就是那種很輕盈的 保濕凝露 那它的質地位呢 是 Product Strategist 所以我做的一些是 產品的 策略啊 然後一些產品的定位走向 那當然就是產品推出了之後呢 要 track他們一些 Business Analytics 就是這方面的 一些數據 那通常我Day-to-Day 就是可能跟客戶 我們公司裡面的 Engagement Lead Product Design 偶爾會跟Marketing的一些人合作 就基本上 Orcube Von Home 最近都是在做一些 數據的分析 然後 因為我們 最近公司 也有被影響 所以最近沒有什麼新的案子 進來 所以我現在在幫 已經有的 就有客戶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然後我要上的是 防曬是安耐曬的 對不起 它的品質是煩的 它真的只剩下 非常硬硬硬 所以我怕它倒回來之後 就擠不出來了 你們剛剛有出遇到 可能畫面很壞 因為我臨時 需要換一台相機 應該它畫得比較好吧 其實我認為也是想像這台錄 只是因為 記憶卡快滿了 所以我很怕 就是這麼高清的 會就是一下子就 把全部的容量都錄完 Anyways 工作到現在 我覺得還是蠻多要學習的 就不管是 跟客戶的應對上啊 或是跟同事 做事情的方式 一些學習 那當然還有就是 個人自己上 自我的成長 所以其實我覺得 目前這個工作做下來 還蠻喜歡的 就有挑戰性 然後 也是我喜歡的領域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我已經在家工作了 四個多月 從3月底開始了 3月中開始了 已經慢慢習慣這樣子的工作模式了 所以如果現在突然要我 我馬上回 就是每天進公司的話 我應該會蠻不習慣的 在家裡其實我現在都有 很好設定 我現在電腦 跟另外一個螢幕 都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些 工作東西 然後彩撞東西 然後等等 所以說這個房間 是我工作 加拍影片 加上就是 對 早上起來就不用特別打扮了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棒 就省了很多時間 然後工作上 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除了就是很多 同事 不管是離職啊 或是 被財人 就是當然 最近進來的 新的案子比較少 那其實我覺得 做新的案子 肯定都會 覺得更好玩 然後更有樂趣 那所以我現在在這個案子 已經非常久了 所以就稍稍的 覺得有一點點無聊 房間現在是洗手差不多 那我現在來上妝 我其實最近收到蠻多彩妝 跟官品 然後都沒有好好的來讓他們露出 就是day to day 比較沒有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用 因為出門的時間也沒有很多 然後 對 所以就是才是畫很多 一般的紙程妝 那 我就覺得很可惜 所以呢 今天打算盡量的多用一些 這些新品 然後有一些很酷炫的產品 等一下可以來跟你們分享 但是呢 我現在有先上妝的底妝 底妝就比較無聊 我要用的是一些 我原本已經有的東西 那 我現在因為 下巴跟這邊有一顆痘 這兩顆痘 這都是因為我自己在那邊擠粉刺 擠出來的 這顆呢 是一個很深層的那種 包覆型粉刺 然後我就硬擠 結果現在就變成這樣 就很紅 然後還沒擠乾淨 因為我就是太久沒有做臉 所以就很 自己手癢 就非常的錯誤事辦 那我用的是YSL這個綠色的遮瑕筆 先把這顏色稍微綜合一下 因為真的非常的紅 然後又是在一些比較 點的正中央 所以是人家比較可以注意到的 喔我忘了說 今天是禮拜六 然後這個周末是長周末 所以有三天 那我朋友在他家 拌了一個烤肉 所以我等一下 一點要過去 所以現在妝呢 需要比較抗汗一點 稍稍微有遮蓋掉一點點紅紅的 但是還是需要遮瑕 遮瑕膏 我現在試試看用Laura Mercier的這一支 遮瑕筆好了 這一次我沒有用它來遮過痘痘 這一次我只有拿來遮過黑眼圈 所以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還不錯 然後現在來上底妝 妝呢 我用的是蘭蔻這一瓶 然後我收到問題裡面啊 在問我說就是 呃我現在的人生規劃 我必須說我最近啊 應該說今年這 其實也沒有今年 就這幾個月 人生有一點沒有規劃 其實一方面我覺得是因為 我對我自己小身狀況感到很強烈的 不安於現狀的這種感覺 非常非常多年了 這種感覺雖然說會讓你 就是還蠻motivating的 一直會推進你前進 但是我覺得一方面也會有點累 時間久了之後 所以一方面我今天就是想要稍微 休息一下 這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很不負責 對自己人是很不負責任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就是有一點點想要休息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以前會非常努力的 就是對未來做規劃 就雖然說不清楚一方路線 但是還是會努力做規劃 但是就是變化還是來的較快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點是那種 順其自然的感覺耶 這粉底它是非常透亮感的 我很喜歡這樣的妝感 遮瑕有一點點被美妝蛋洗掉 所以我再來再遮一下 然後我這邊發現有一顆小洞 然後再來呢 眉筆要用的是Kate這一支 它是超級細的 不管是筆生或筆心 那我會畫眉的方式 就是其實跟以前差不多 就基本上沒有什麼換 就是從下往上 我會盡量先補齊我眉毛後中後段 這通常是我比較稀疏的地方 我喜歡畫的是那種有弧度 然後比較自然的眉型 眉型長的其實還蠻不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有菱角一點的 所以我會盡量把它畫來 就稍微柔和一點 剛剛人生規劃這些事情還沒有講完 舉一些例子我覺得為什麼變化來得比較快 像是我國中的時候啊 就從國一至少到國二吧 都是還蠻以第一支援作為 就是我人生接下來的規劃 還有Post目標 當然你們也知道我之後就有機會 就是來了加拿大嘛 然後上高中的時候啊 其實我的志向也是 某種研究性的科學家 或是工程師 反正我的目標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先上 就是也是第一支援這樣子 然後上了大學之後 其實就是很迷惘啊 就覺得 這不是我喜歡的 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 然後雖然說對未來有很多很多的衝擊 跟希望跟夢想 但是呢 就是看不到那種實際的輪廓吧 我覺得 後來我大意有大意下 有轉席 那其實這也不算是就是完全不在規劃裡面嘛 我原本也覺得想說 學一個就是分數比較高的系 這樣子往下轉會比較好轉 所以呢後來的確就是我轉到機械工程 就完全沒有困難 這是Benefit的4.5 覺得我最近眉毛常常缺一個洞 所以很需要稍微用眉膠來 上一點色 畢業之後啊 我是機械工程系畢業的 可是我現在進了IT領域 所以也是就是 嗯 當然就是不是我很久以前 就先就這樣計畫的 或是比如說Youtuber這個身份啊 我第一 剛開始拍影片的時候是 2012年 然後那個時候Youtuber還不是 來指一群人的一個名詞 然後當然也不是一個 人家會覺得是一個 可以當職業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純粹就是覺得 好有趣喔 有個新平台 所以也算是 有一點天上掉下來的一個身份吧 我覺得我現在其實不是沒有 對未來規劃 我覺得我只是對未來規劃 並不是說是 一個比較實際上 我覺得我比較是有 對未來重提是 我想要變成一個怎麼樣的人 比如說我會想要變成一個 非常有責任感 對身邊所有的人事務 嗯 有些事情 就不要去逃避一些不喜歡做 或是覺得很困難的事情 比如說想要變成一個早起的人 或是我想要變成一個 有耐心的人 這些好像比較是我現在 會有的一些目標 然後現在用的是 Nusick的 concealer pencil 它 我覺得遮臉上 其他地方抿乾 但是呢 遮眉毛還不錯 就是因為它是筆狀的 所以很適合 我覺得這邊 零角太重了 所以 我稍微修一下形狀 對 所以說我覺得我現在 對我人生沒有一個 最重的目標 我不知道這樣子是不是正常 我就想要趁著人生 第一次就是比較暗於現狀的時候呢 好好的享受 這幾個月 因為我知道 我的個性呢 應該不會在這個狀態非常久 再來眼妝部分呢 終於要進入到一些 我收到的公關新品 應該是Unlicia 我希望沒有念錯 我是看了Pony影片 覺得非常的少 它就是一個非常有亮片感 就是很適合夏天 然後比較適合那種 Festival 比較適合那種在海邊 就是比較特殊場合會用的 這不是日常 因為它的亮片是那種 非常閃的那種 然後這個是粉色系的 然後這個是 咖啡色系的 我來試試看 我對這亮粉非常有興趣 我剛剛什麼是沾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 要把它弄壞了 這還閃耶 有一種 那種人魚閃的感覺 這是這一塊粉色 我來試一下這個金色的 很閃眼 我來用粉色的好了 現在來用這個 來上一個大面積的眼窩色好了 怎麼面對在感情中 遇到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要看嘛 因為不是說每個人 就是可能你想解決問題 不過另外一方 不想解決問題的話 那我覺得很難 那 我覺得溝通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當下吵架的時候 可能 在氣頭上無法好好說的話 就可以先把 你現在的想法跟心情 還有感受先寫下來 再想想看 要怎麼去解決這些情緒 或是一些 把事情解決掉 感情中 要兩個人都要 就是 有相同的 想要解決的心 才會 就才會有辦法 好 剛剛加了另外一個 這個比較深的顏色 在眼皮比較近的地方 可是呢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 好像沒有差非常多 所以有點沒有層次的感覺 我現在拿另外一塊蜜糖 這一塊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很久了 然後 我要用的是Temper 最左上角的這顏色 然後還有什麼其他感情觀呢 我覺得 就找到適合你的人 很重要 不是每個人適合你 但是也不要 覺得就是有一點點不適合 然後 不去解決 然後覺得找下一個會更好 那像我自己啊 那 也會 以前也會有這種 覺得 有一點問題 那就表示我們不適合 那 那就不要繼續走下去了 其實我覺得 要分什麼是真的不適合 跟什麼只是你們可能 因為兩個人成長環境不一樣 所以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 對 然後就去找 喔 好亮喔 這個是 這個粉色 欸好美喔 我喜歡 然後還有人會說 有沒有沒自信的時候 必須說 有 包含很多方面 就是我的沒自信呢 不一定是只有在外貌跟身材上面 有時候就是 也會覺得說 人家能力比我好啊 更會做一些事情 更會講話 什麼之類的 就是 沒自信 我的沒自信的方面很多 那我覺得我在十幾歲的時候 非常的沒有自信 到現在就是 已經可以比較 接受 自己 然後包容自己 所以沒有這些 感覺會比較少 我現在有點無法 邊做個邊 跟你們聊天 然後邊 做新彩妝介紹 這個眼影筆 就非常可以是長眼 它就是 很適合 在下眼間 做這個打亮的動作 然後我這支顏色 也就是 粉裸色 所以很適合 就是搭配今天的眼妝 我先把眼影畫完之後 再來就是跟你們聊天 我現在覺得就是 擦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所以我是從 同一個 Anastasia的眼影盤裡面來拿 那我今天顏色比較 眼影顏色比較紅 所以我先稍微搭配一下 這個顏色跟 這一個 我要來畫眉骨下面打亮 我剛剛已經稍微有試在 這邊一點 然後用的是 同一個眼影盤 這個金色 這個呢 就是 我比較是閃粉而已 不是 不是 像粉紅色那樣的 一個亮片色 再來想要送的腮紅是 Milani的03 這個是 Berry Amour 是大概這個月收到的 然後也是還沒有什麼機會 特別使用 腮紅啊 超美的 它是這種 有點像是 土星 上面那種質感 就是很多層 我覺得比較偏 珊瑚橘 這樣子 嗯 我覺得是搭的 那像我其實對我自己身材 非常非常沒有自信 很多喜歡穿的衣服 就不會去穿 然後 想做的事情也不會去做 因為 很曝露身材 嗯 現在呢 就是會比較覺得是 想穿的衣服就穿 想做的事情就做 那像我一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其實我也想要做一些 比較不是走座的講話的內容 那其實 最大的原因 我沒有這樣 就是很後面才開始這樣做的 是因為 就是我對我的身材沒有自信 所以 嗯 對 就是YouTube開了很多年之後 才開始慢慢有一些 嗯 比較 跟你公務著我一起活動啊 Vlog 沒看到我全身的一些 嗯 影片啊 對這樣 我現在要用的唇膏是 Tom Ford的 Ultra Shine Lip Color 108 看得大不大 我覺得 可以 最近嘴唇也是水比較乾的 我昨天晚上睡覺 好像用我的嘴巴呼吸了 今年 我需要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去看 呃 睡眠治療 有人問怎麼面對生活中 不好的 情緒跟挫折 我覺得我以前 年輕一點的時候 犯的最大挫折就是覺得 人生應該都是要開心的 開心是人生目標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請言之後我現在發現就是 人生不能以就是一定要快樂或開心當成目標 因為 人生不可能一路順風 不可能什麼事情都順心 然後 有挫折 有不開心的事情 反而是可以讓你人格成長的一些好機會 我先夾了睫毛之後才開始畫眼線 因為我發現我如果眼線畫完沒有給他好好時間乾 然後就是夾睫毛的話 我的眼線就會跑到睫毛夾上面 眼線 是咖啡色的 我已經喜歡用咖啡色畫眼線很久了 我覺得比較柔和 比較適合我長相 因為我長相就是 無關也不立體 所以 這種比較柔和的角色 然後遇到挫折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知道沒有什麼跨不過的關卡 我以前常常會覺得很多事情是我跨不過的關卡 然後會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大 比如說一件很難的事情 分成幾個小步驟 然後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去解決 之後通常就會 覺得比較 簡單跟容易 然後也是比較可以 就是在你能力的 範圍去做到的 睫毛書是我最近買的 我覺得我人生怎麼可以沒有他那麼久 已經有因為運動帶來壓力嗎 運動沒有 但是減肥有 我以前就是不吃飯減肥的時候 覺得很有壓力 那種很 restrictive 就是很 就是一天只能吃多少卡 那種減肥方式 真的是不長久 而且真的做不到 就是很控制卡路里啊 可能才收到45-46公斤而已 而且也維持不久 可能就維持了一兩個日 然後之後就會反彈 所以我覺得健身 對我來說 是一個 比較可以長久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只要 嗯 一有時間限制 你可能就會覺得很有壓力 而且通常這個限制 你給自己的通常都不是很合理 我知道網路上面有很多 就是很多人會跟你說 他幾個月少了多少公斤 幾個月 體脂降了多少 幾個月體態變成怎麼樣子 你短時間給自己定的目標 就不要定太多 不然你之後 會反彈的話 我覺得 不值得 像我現在其實我已經運動非常多年了 我知道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就是體型還是沒有 但很完美 那一方面 是因為我人生還有其他很多 priority 我還有其他要先 考慮先做的事情 那我當然不會把外貌這件事情 擺在第一位 所以比如說 學業工作 這些都是第一位 當然就是我也會有起起伏伏 有一陣子可能特別有時間 我覺得健身得很好 肌肉是不會跑掉 你減的脂肪 絕對會反彈 可是肌肉並不會被跑掉 像我練肌肉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形狀 所以我只要再一次回去 我健身的routine 健身那種規律習慣的話 其實回來的還蠻快的 而且我自己真的覺得我體能精神狀態 都跟以前完全沒有運動的時候 很不一樣 所以 就是可以慢慢來 然後也可以有起起伏伏 但是我覺得 以長期來看的話 肯定是比以前更好的 這樣我覺得就夠了 打亮要用的是 Fenta Beauty的Killer One 然後我的顏色是這個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就這個還很完整 這個已經被我用很多了 我可以打亮一樣 同樣鼻頭 跟三根 這個地方 然後眉骨下方 剛剛已經用眼影打亮過 所以我就不會再特別多加 還有下巴這個點 然後還有唇峰 這個三角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會讓我嘴巴悄悄的 我覺得打亮就是要看你想要在哪邊 看起來高一點 那這是我自己根據我臉心 然後研究出來我喜歡打亮的位置 我現在來定妝 定妝我覺得這是夏天的神物 這個是 Urban Decay的All Nighter 這一個在很多 Sephora Alta 等等 或是Urban Decay自己的網站上面 都用完 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怕底妝脫妝的話 真的非常需要它 這產品其實我已經有一陣子了 只是我最近真的感受到它的威力的時候 是我生日 然後出去在戶外 然後太陽下 也擦了一整天 然後噴了這個 底妝全部完全沒有動 一點都沒有動 卸妝的時候還卸掉很多東西 就沒有因為流汗 然後餓掉 那天剛好又是比較濕熱的環境 只是這個它有一點點 Metifying 它會讓底妝看起來比較穩一點 我噴了蠻多的 然後它刮乾 乾很快 稍微扇一扇之後 底妝 不是整個妝容就完成啦 我也不知道今天要穿什麼 衣服很多 可是感覺都穿過了 小小的無聊 今天是Pretty Studio的 可能帶Mitchy的手鏈 這個 這個還蠻大 我還選這副好了 我肚子還蠻餓的 可是離吃飯喝一段時間 先去吃個吐司或什麼 壓壓飢餓感 這個它戴上去的時候還蠻特別的 先靠上去之後 然後把這個鏈子穿過 手環的洞 這樣子 就可以了 然後它是這樣的 嘴嘴感的 超美 這個是 這個牌子呢 是 朋友姐姐 的朋友 的一個牌子 可是我覺得它很美 它在紐約念設計的 然後之後就創了這個牌子 這個應該等一下就對了 可是通常都是我 早上剛起來比較容易有的 項鍊是 這是 Davey Euroman的 就很簡單 但它材質挺好的 我已經帶了大概大半年 洗澡運動都帶著它 然後都沒有脫色 出門Ready 最後來噴點 加藍的香水 這一罐是甜甜的 很適合夏天的味道 我原本打算要捲頭髮的 可是後來覺得 我眼狀已經蠻多餘了 只是要去別人家的話 所以呢 我今天就在這裡打住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整體的一個look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喜歡這種聊天式的主題的話 可以再讓我知道 我可以再多多的跟你們分享 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區 來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還想要看到更多類似的影片的話 那就要記得訂閱按讚或是 對 訂閱按讚 就這樣子 好掰掰 школ和不見 家人 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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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